台北国际书展集将在明年二月登场 这一届的主题国是南半球的纯净国度纽西兰 明年会有二十二位作家来访 包括史上最年轻的英国曼布克奖得主 此外台牛两地也将会进行岛屿对望计划 也就是各邀请三位图像作家到对方的国家驻村 透过交流激发创作 令人屏袭的自然景致与极肤节奏感的 纽西兰毛利语 2015年台北国际书展主题国家就是纽西兰 我们认为它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像台湾人士 纽西兰人们有开心 他们很友善 我们有开心 我们充满讨论 我们很创造 纽西兰人们有开心 这次主题馆造型是三根横放高180公分的毛利手杖 纸质建筑体 象征没有文字的毛利人 口传历史的文化 主办单位说 2015年的书展 共有22位焦点作家来台 包括同名作品被翻拍成电影 惊奇式的毛利作家 和史上最年轻的英国曼布克奖得主 伊莲诺卡顿 台牛两地作家更进行了岛屿对望计划 台湾跟纽西兰各征选三个图像小说家 或者是漫画工作者参与 然后互相会进行一周的驻村 在10月的时候 台湾的三个图像小说家 跟漫画工作者已经过去驻村过一周 我们这边选的三个代表是安哲 六十一起跟小庄 每一个书展 每一个出版社 每一个出版人 每一个作者 他所展现的就是他自己对当下 这个时代他所做的记录 他用他的书 他用不同的文化的方式 来展现这个时代的一点一滴 可是这个一点一滴 他把它连成一个线 连成一个面的时候 其实他就是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大家一起做出来的一个记录 相互交流参访在共同创作 即将来临的台北书展 将以纸张论坛的概念 串联台湾和纽西兰 向文学致敬